小妞 今天要去干什么 今天要去野营 你要不要带穿你的这个鞋 去穿着 在那穿 没有这个 在营地里穿 这个鞋其实你应该带着 那个鞋可以少带一双 会dirty吗 dirty就扔了它 mama mama 忘了给你买那个了 看看小妞 然后都带了什么还专门交代我 给她带个面膜 带这么多东西你说说 妈 他带三个毛巾我的天哪 他给我说带一个 一个suming 一个shower 一个for the mud 这个衣服为什么都不放好啊 你看看你衣服皱的 这内衣内衣服都带好了是不是 嗯 我的hands are very shaky 嗯 我的hands are shaky 这衣服够不够啊带的 够 够啊 那我就不管你了啊 ok 就这么多东西是不是 别忘我的blanket 对不对 哦对还有个blanket 这个毯子是在国内 我姐给她的香糖 菜厂做的150块钱 很好带就是牛 哦 很暖 好了 好了 这一段大妈买了新房 很多粉丝宝宝进来 问我问的最多的都是什么 大妈你这个原来的房子怎么了 卖了吗 没有卖啊老铁们 看到没有大妈把它整个的租出去了 一个家庭 你们猜猜这套房子我租了多少钱 当初我是72万欧币买的 然后呢 又花了差不多14万欧币来装修吧 整个的下来就是应该是80多万不到90万欧币啊 现在呢哈他一个礼拜 登登 好你们猜猜大妈租了多少钱 他的一个月的租金将近是6000欧币 然后呢哈他的房贷是3000多 3600吧不到4000块钱 等于是大妈刨掉房贷 我的现金流每个月基本上哈 就是落到我口袋里的钱 能差不多有2000欧币 2000欧币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 每个月我净 从这个房子上差不多就是赚1万块人民币吧 刨掉房贷啊 哈哈你们觉得这个投资怎么样 不错吧 但是呢这个投资只有你有澳洲身份 你才可以买这种房 没澳洲身份的话是不行的 而且呢这个房因为我买的比较早 比较便宜 现在你想买这个房就差不多 呃要200万了吧 澳币啊1000万人民币 你想再从这个上面房租上获利就很难了 看看 哇塞这个花长得太好了 这都是大妈来的时候 我跟小宅两个人种出来的花团 看看这是我刚来的时候 这个橘子收藏橘子非常好吃的 你看们结了跟什么一样 老铁门是不是非常密非常多 我跟我们家的租客说可别都吃完给我留一点 它是又酸又甜很好吃 去年我不是发视频说我去人家那修车吗 礼拜四修了车 礼拜五我们没开 礼拜六没开 我们那个面包车 礼拜天开出去上了高速 就整个当停了 然后呢 电机坏了 结果他们不承认也不赔我钱 打官司 从去年到现在等于是 也算是赢了吧 他们现在要把车给我拖走 给我修了能开 因为找了好几个修车厂 人家的报价都是换一个二手的电机 就要一万五 我这个车卖可能也就是卖一万五 那我就在这等了一个小时 他们还没来 然后呢 刚才我这个租客回来 我看看他这个垃圾桶里面 我就看着他们这个地上可脏了 我就给他们整整 我看他的垃圾桶里面这么多 这个瓶子 我就一个一个都有他扒出来 然后我们家租客说我 哎呀房东啊 你这么有钱了 你还在乎这几个钱 我说有钱 我说有钱也不是这么浪费的 这一点能卖个三四澳币吧 差不多20块人民币呢 然后呢 我说我是卖的 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放到点 哈哈 我两个礼拜来收一回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是不是老姐们 大钱小钱他也是钱的 原来大妈每天出去做清洁的时候 光这个瓶子 我一个礼拜我能卖一百多澳币 差不多六百块人民币 所以说呀 澳洲啊 你要勤劳一点哈 你是饿不住的 给朋友们拍拍 这个是个黄油 抹的黄油煎的面包啊 很焦很酥 这个是大妈炒的菜 中餐 小牛今天去野营了 看看 焦酥 好吃 这个奶油要到春节以后才会再有 别的店铺炸钱都太贵了 每天是我跟牛爸 我俩结婚14周年的纪念日 估计他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从那个麦片 到回来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怎么给他说话 也说话 有事就说没事就不说 然后现在我每天都把我的门锁着 除了每个礼拜七百块钱 云花钱不再多给他钱 有很多宝宝问 那他咋吃饭 看看大妈家的肥利牛排 照果实还不行吗 他想吃啥子自己不会做呀 还非得上街买 我小牛都说 妈都是你给我爸灌着的 灌着没样 现在花钱如流水 两个礼拜 除了工资没再多给过他一分钱 给小牛买饭 一毛钱都得让他给我找回来 快把他气死了 前两天还发发脾气 这两天他完全没脾气可发了 他不敢发脾气 他本身 我只是不太跟他讲话 然后呢 我睡觉不关门 现在他一发脾气 我和小牛我俩睡觉都关上门 他现在我去 我又买了个苹果手机 他去那个了 他去追我拿手机去了 现在每天我们家的车也是 他开车之前 我让他给我拍个那个底层表的图片 开车回来再让他拍一个 那个车里的油他不能随便随便用的 我刚才已经喝了一杯代板粉 葱牛奶 看这馒头 脆胶脆胶的 好几个宝宝问过 干嘛你今天超超胃他还那么胖 因为我能吃 管不就是谁 看这 蘑菇 筋蘑菇 蒜汤 芹菜 一小片飞进牛盘 早上起来吃了一块三文鱼 在晚上 再饿最多核酸奶 为了吃饭